backline ab is parallel to xsx 这个是x轴,a是3动号a,3动号a就是向前走3,向上走a,然后a我不懂在哪里,然后mid point of ab是5动号1,所以我在这一边5动号1向前走5,向上走1,所以这个是它的mid point, 然后它叫你找它的,它是parallel to x axis,parallel to x axis的话呢,它其实是平行于x轴,所以平行于x轴的话呢,这样就非常明显了,所以它叫你找a的话呢,我就知道这个是a了,a就会是3动号1咯, ok,所以我的a就会是等于1咯,ok,为什么呢,因为它的mid point是在这一边嘛,它的mid point是5动号1嘛,然后它叫你找coordinate of b,我向前在走2的话,这一边就是7了嘛,所以我的b是7动号1啦,这样,所以我的这一个,呃,你也可以怎样啦,就是说,你的b是x,呃,x, x动号,向前走1,向前走1,然后我的x加3除2等于5,然后x加3等于10,然后x就等于7咯,所以我的b会是7动号1咯,这样也是可以啦。